如果云端硬碟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要提供公司 当然你公司如果不会挡这东西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云端硬碟 我刚刚那个表单实际上是新增 新增里面有个更多 里面就会有个什么的表单 那这个表单 你可以把问题都会填进去 比如我这边有 比如前面有个主标题 有个副标题 这边主标题 副标题 然后问题的话 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哪一种 如果你是要让人家填文字 就简答或者段落 或者是单选复选 其实我主要用到大概就只有 单选复选跟简答而已 其他都没用到 就三种而已 那最后的话 我就把它做完之后 然后你的名字 你没有一个简答 所以这个简答 这个是想答 然后这个是单选 这个是复选 然后你就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最后的话 你就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背景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最后其实会缩短网址的 因为你们看 gg.gg这个 实际上呢 它是这个预览之后会产生 这个预览实际上就是 要给人家填写的网址 那我只是说把这个网址怎么样 再把它缩短 因为这个网址太长了 所以呢我们 如果你要给别人填资料的话 你可以到gg.gg gg.gg 这个免费的转指服务里面的话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刚刚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把它贴到这个网址上去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短的网址 当然如果你要像我这边是有固定意思 一次有VBA phone 这个实际上你这边可以打勾 你可以自己填一个网址 OK 这也是可以定义的 如果跟别人不重复的话 最后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 如果你要产生QR Code的话 这边有一个QR Code 甚至如果你要让别人用手机来填这个表单的话 你可以用QR Code来填写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很快就可以填 当然你们刚刚填的结果 其实没有几个问题 那填完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看结果 只要你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右下角这边又有个字笔 因为这是我设计 所以我可以编辑这个表单 那如果我要看结果的话 这边就有回复 有11个同学有填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甚至他把那个图表帮你画出来了 比如说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来看 最多的刚好这个入门跟进阶 各占一半 大概快一半 OK 45.5 45.5 那有一位同学刚好是进阶 OK 所以 如果你选的是 如果你有程式开发底子的话 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你动作快一点 你可以再看一些其他的范例吧 如果你是选进阶的话 也许就刚好 那如果你选入门的话 我在想说 你不是可能要稍微一点点心理准备 我会把影片录下 你回去再把它重复再多看几遍吧 如果你比较跟不上的话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进度 也不可能讲太慢 OK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提出来 OK 大概知道一下我们这一班的一个情况 那最多人想学就制定函数 用VBA 其实我刚刚讲的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因为在Excel里面很多的函数 250几个 但很多情况你是在里面找不到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函数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想办法用VBA解决 那甚至呢 有同学学会VBA之后 甚至他甚至就跳过函数了 干脆就用VBA来写 为什么 因为很多工作里面的复杂度太高 那复杂度太高 如果你用Excel的函数跟公司 你会发现好长一串 而且他只能写一行 错掉的话你也不知道错哪里 OK 甚至有的时候用VBA来写 可能会更符合你实际上工作的解决的方法 而且可以更悠哉 不过前提可能就是说 你们还是要能够撰写这个VBA 但这条路可能还是有点 就因为毕竟它是城市设计 有点难度 不过啦 没有难度就不是专业 有点难度就是还是叫专业 而且如果有点难度你也学会了 那表示你真的就是学会这一份技能的 OK 但是这里面的话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城市设计 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虽然它城市刚开始也不多啦 我写出来 可是它一定一个字都不能错 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是完美的 所谓完美的一个地方都不能错误 OK 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错就是叫bug bug一个bug东西 也就是它里面一定只能是100分 它不允许99分的啦 OK 所以写城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完全正确 OK 这件事情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也许大家对于高阶跟进阶的相关的函数应用 也许刚好也是符合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 OK 其他好像也许同意对那个比较表单 这个也有会讲到 怎么样在VBA里面设计一个表单让你要填一些资料 OK 然后跟VBA做一些互相的联动 这个会再讲到 其他的话大家还比较有兴趣就是工作部的自动化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可能又更下一阶段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我们也许小范围 后面也许再到大范围 就是说你刚开始先一个工作表 后面也许才能跨工作表 再来就跨工作部 工作部就也是有党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要大量的分割工作表到很多党 或者合并工作表到一个党的话都办得到 但前提还是要按部就办 因为后面东西相对是从前面当成基础 如果你前面有基础的话 那你要延伸出去 其实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大家会跟各位讲 然后VBA里面最重要的也会跟各位讲 反正你就按部就办 这些都学会的话 我想很快你也可以进入情况 那为什么会来上这门课 OK 然后其他的话 因为同事推荐 从就管我网站 OK 那第一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就知道一下 大家的学习需求 那第二个的话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这门课的一个大概设计的方向 那首先的话 这我的名字 OK 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话 有个方法 你Google我的名字 或Google吴老师 其实在第一个page 的第一个连结都会是我的 你Google吴老师 这关键是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相关的参考资料的话 也许Google一下 你可以找到 那待会的话 大概就是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 我刚刚讲五大类函数 所以我们那个范例里面有五大类 那我会先从第一个文字与资料开始 比如说常见的 像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把三个栏位的资料 可能有三个栏位 要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怎么样 把它汇成到一个资料 变成一个手机 可能它有一个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电信业者 门后的区码门后莫码 那把它合并过来 那另外的话也有一种状况 刚好颠倒 可以分割 把我们要的部分分割出去 比如说可能我们后面有一道题是 刚好里面有一个刮户 刮户里面有字 我要把刮户的字提取到另外一个栏位 我不是要全部 我要这一个栏位里面的部分资料 怎么办 所以其实主要 文字与资料这些函数都是解决的 我要的资料是从不同的栏位而来 或者是说把一个栏位再分成不同栏位的这种需求 其实讲白的就是什么 把资料做分分合合 有没有 所以其实如果 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当然只是说我们刚开始从小范围开始 后面的话 延伸出去就大范围 看你要怎么分怎么合 而且你可以分在不同的工作标 合在一个工作标 或者是分在不同工作部 工作部就一次要打 或者合并在一个工作部 OK 可不可以 可以 绝对没问题 甚至你要合到云端 合到资料库 合到任何其他手机上面 也都是办得到的 只是说我想我们是从 徐旭渐进的方式来看 后面的话了解逻辑 了解日期时间 数学 就后面可能三角有点比较深 因为我们改成统计 数学统计 那检视与参照最常用就是像微量函数 OK 那当然不是只有微量函数 很多东西只会微量函数 或甚至连微量函数 都不会的话 那很多地方你也没办法做出你要的那个效果 那个结果 报表也做不出来 OK 所以后面我们按照顺序 逐一来各位跟各位做说明 那底下的话大概说一下我们的教学的目标 这个我也想很久了 因为我们这门课集不是今天才设计的 这门课集开设的还蛮久的 大概教了应该有十年了吧 这个VBA的课程 从最早设计到现在 应该有run了十年了 那这十年当中当然也会做内容上的调整 OK 刚开始可能原本我原本想的 就是可能会想要教很多很多 但后来发现 其实慢慢发现 其实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跟得上 所以其实我会做一些取舍 然后慢慢 其实比较更符合 大家工作上用到的那一个部分 也许讲的会相对比较多 那主要当然希望说提高 第一个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后面当然就是 不用加班就是消极意 那工作更惬意就积极意 其实各方面 我刚刚提过一些 然后呢 培养你一个专业技能 然后增加你这个职场升迁 或者你转职的一个筹码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当然你要转职 你都根本谈不上 但是如果你强化了自己的能力 其实自然而然 你有本钱了 你可以跟老板说 老板如果你不帮我加薪 我就要走了 OK 对 那看他怎么决定吧 对 或者说你也可以骑驢一招 表面上还是很愉快的工作 但实际上你已经在把你的104打开了 你可以随时有机会就可以去看看 OK 那我们大概几个目标 熟悉Sale内建的函数 它里面大概只有250几个 那我们刚刚提过的 用理解代替10倍 然后我刚刚提过的就是再到VBA 所以后面有很多地方就是我们会先用 Excel里面内建的函数做做看 如果做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再更快 所以我可以把函数再转成VBA 那在VBA之前会有个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 其实就是一个过度的一个东西 其实之后的话 如果你会用VBA 也许不见得一定会需要录制聚集 但是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怎么写 也许你可以用录制的 然后自己也会懂得录了什么东西 然后再自己修改 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按照步骤 底下的话有这些东西 可能学会VBA的一些重要的使用技巧 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 反正我们按部就班 还有我云端上面下面这个网子 也有把已经写好的程式都放云端上 也有那个原始码 所以如果你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没关系 至少你要找到我那个程式放哪边 没关系 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 然后再delete掉 自己再打过一遍 也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人那么厉害 我发现不是每个人 程式一下就打得很流畅 没有 刚开始一定惨不忍睹 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不要挫折感就好了 还有呢 还有一点学得愉快就好了 因为这门课其实我希望 不要有压力 学得很快 可以进入 你又喜欢他 然后呢 你也会愿意上班的时候 找时间练习 反正上班嘛 上班你又可以培养一个技能 恶而不为嘛 OK 如果你每天都有用以色 那最最好的 因为我遇过很多以前教过的学生 真的很聪明 用老板的上班 其实也不用老板 反正你上班嘛 然后他就练嘛 反正你做完了嘛 做完了你也不可能说 你又跟老板说我做完 你太快给他 他还会交新的工作给你嘛 那怎么办 你干脆就是来 所以他很厉害 但我好像记得他跟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他已经跟之前完全不可同流而语 而且他整个人的 第一个工作需要提升的 第二个他时间很多 第三个感觉他的自信心是不一样的 看从他的眼神当中就感觉不一样 OK 所以其实这我觉得是值得 因为你工作上如果这些东西 那你当然相对的你会比较有自信心 再来的话我们提一下 待会我 其实我会上这门课 其实最早也是因为 我在网路上有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也许推广不在那边找到我 然后老师你不便宜来这边开课 我想说 也可以啊 其实不止这边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在网路上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Google吴老师我刚刚讲 我的部落可能排第一个 YouTube频道排第二个 那我当然不是只有教这门课程的 那教这门课其实也非常久了 那也是当然有一个因素啊 主要是分享 然后我最早刚开始就是当Programmer 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 其实非常的驾心就手 然后呢我又不立色 写一些东西分享 所以就这样因缘忌讳 OK 然后我的相关资料 第一个你Google我刚刚讲 我会排第一个 然后因为我的部落格已经写很多了 不过最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认真写 所以感觉好像有点人气下火的感觉 因为前几期都是 都是一下就额满了 这一期感觉人怎么突然少了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算了 不去计较 OK 好 那订阅人数的话呢 刚刚有YouTube上 因为播YouTube上面其实蛮多影片的 如果你想要再听其他的东西 我刚刚讲的也很进阶的 因为我们这门课算最基础的 上面都有 只是说也许没那么完整 不过至少你想看的都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OK 那我曾经担任过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五年的经验 那也拿过一些奖项 OK 那目前的话呢 在业界 在学校也担任一些课程 然后 OK 大概这样 也拿下一些奖 我拿过像教学卓业 前106年的 然后最佳人技奖 然后这趋势先锋奖 OK 然后我的证照大概30来张吧 最近也才考过那个Python的证照 其实我不只教班 我教的太多了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我太好学了 没事我就考证照 所以你看我不只是教程式 我之前还教Solivore 教autocad 所以你Google的autocad 我发现还有我的东西 因为我影片也非常多 我之前教autocad也教蛮久了 然后教手机的app 之前教fresh 然后等等 蛮一堆 还有office类的 然后甚至以前还教photoshop OK 所以能教的都几乎都教过了 OK 然后这是我的证照 OK 然后我的订阅人数 现在有28000多 OK 那我频道 好几个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的话有相关东西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太多你可以延伸去学习 我是觉得现在以趋势上来看 现在要学习 你不怕找不到东西 就怕你没时间而已 还有就是你学习 你要找对东西 有效率的学习也蛮重要的 OK 然后我刚好提过 就是说如果 你假如要学 除了我们上课的讲义之外 其他的参考用处 这个当然不见得要买 可是如果你希望 你可以很完整的学习 比如说你想要了解 Excel所有的函数的话 这本书还蛮推荐的 因为他书名就是468招 意思说他有468个范例 那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范例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不止一个问题 解决很多问题 在一个范例里面 那用了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而且很复杂 很进阶的函数里面都有 所以468招 你也很认真全部把它做完的话 那你真的已经算是函数达人了 Excel函数算高手 但是这本书 我是觉得有一个不足地方 就是说它里面没有VBA OK 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 如果你用函数来解很复杂 反而你干脆用VBA会简单一些些 他没有提到 所以有些时候我会 上课里面我会拿字里面 有些范例拿来跟各位讲 函数怎么做 VBA怎么做 他里面没讲 那我都是用它的范例 但是我用 就是我会用我自己习惯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特别建议就是说 以后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不见得一定要被书里面的解答 给框住了 像我第一时间我不是看它的解答 我先看我自己怎么解 我再去看它的解答 我发现我解完后 我跟它的答案不一样 而且我解得好像比它简单 OK 比较直觉 所以这部分推荐 另外的话还有这两本书 什么基础讲座 还有VBA一点都不难 OK 这边 那再来待会我们就讲这五大类函数 如果说刚刚的这个东西简报里面 你想要找到相关的参考 其实你可以从云端上面的讲义里面可以找得到 我刚刚有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这个讲义 如果这个讲义是一个PDF档 如果你需要列印的话 你可以自己下载再列印 OK 然后刚刚有提到这些东西 但这个网址可能不一样 然后其他的东西 这个刚刚有提到的 有些参考用书 这本 这两本 其他有一些我刚刚没提到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太困难了 好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 第一个范例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帮我下载 这个范例档 然后打开这个范例思考一下 第一个问题 画面先画给各位